1月15日凌晨 2022斯诺克大师赛 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出局 巴里霍金斯以6比1倾取塞尔比 晋级到了半决赛 全场比赛 塞尔比状态低迷 单赶最后只有49分 一赶50 都没有 最终惨败出局 而塞尔比的1-6 也是他在大师赛 继2014年决赛4-12沙利文之后 最惨失利 第一局 霍金斯单赶58分 以65比14拿下 第二局 赛尔比超分的情况下 霍金斯成功做成斯诺克 以70比62上演精彩单局逆转 第三局 赛尔比以71比42追回一局 第四局 霍金斯以68比46拿下 霍金斯3比1领先 第五局 霍金斯单赶33分失误 没有留下机会 随后赛尔比摔代 赛尔比解到黑球留下机会 霍金斯单赶65分拿下第五局 第六局 赛尔比单赶7分 赛尔比单赶49分 红球失误 霍金斯打进红球 精彩做球 赛尔比两次没有打到红球 看到红球的情况下 第三次留下机会 霍金斯单赶15分防守 赛尔比没有解到 留下自由球 霍金斯上手 单赶47分拿下 霍金斯5-1赛点 第七局 赛尔比依然是没有状态 稍微有点难度中带红球不进 霍金斯长台上手 单赶22分篮球不进 赛尔比单赶24分 霍金斯打进红球防守 霍金斯单赶38分超分 赛尔比虽然没有放弃 最终防守留下机会认输